山陀爾颱風災後 中山大學校園內出現許多段數蟬枝 等待處理 甚至經常來關顧的彌猴 好像也比過去又更多了 學生拍下影片 直接一隻猴子就這麼睡倒在窗台 還有著落寞的背影 猴子默默坐在一旁 看著倒塌的樹木 學生忍不住幫他OS 是不是風雨過後 家美了 猴子們也EMO了 可能颱風天有沒有 他們沒有食物吃 餓太久了 所以說他們現在就是大解放 就下來覓食這樣 應該它颱風過後有進到我們宿舍 因為我看到樓梯間有猴子大便 颱風過後猴子有便比較多 你也覺得便比較多 最近也有滿多同學被搶 走在中山大學的校園裡 果然看到猴子就出沒在宿舍的附近 猴群出沒的頻率變高 真的跟颱風有關係嗎 專家這樣解釋 跟颱風本身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這次瘦山上面的島樹非常非常多 那猴猴在颱風過後 本來就會去外出密室 這都是正常的現象 專家表示颱風一來 猴群也會去避難 現在猴猴需要出來找食物 現身頻率變高不意外 只是學生們頻頻捕捉到 猴子在宿舍外睡著的畫面 看起來就像是躲颱風躲累了 引發熱議 驚心舞陽樹 沈沈沈 采訪報道 超級寿舍外睡著的